字幕 字幕 李宗盛 主席 我進來了 這個是什麼聲音 是美國衛生部長 字幕 李宗盛 最高級美國官員 台灣當局說 阿薩爾訪台期間 將會會見蔡英文 外長吳超舌 以及衛福部部長陳時中等人 特朗普打香港牌 新疆牌打得不易樂乎 現在又打台灣牌 這麼多搞作 無非都是做戲給國內選民看 繼續營造對中國硬漢的形象 只不過以戲論戲來計 今次場景設定 似乎出了問題 沒錯 現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全球面臨空前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 特朗普可以藉口和台灣當局交流抗疫心得 將政治成分稍稍減低 問題是 誰人都知道新冠疫情令美國再次投大 死亡人數穩助世界一哥寶座 聽說今次阿薩爾會在台灣發表大型演講 不知是否分享美國法面教材的心得呢 特朗普經常說和北韓領袖金正恩多麼Buddy 看看特朗普打台灣牌切香腸 拆老士沙包的手法 簡直是抄足金仔 一時打電話恭賀小英當選總統 一時通過台灣關係法 一時通過台北法案 一時對台出售攻擊性武器 逐少逐少測試北京的底線 今次衛生部長訪台更加是明替北京眼尾 而外交部除了嚴正交涉、堅決反對 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敦促美方確守一個中國原則 以及中美三個聯合公佈規定之外 就是…都是沒什麼就是了 其實又不怪得外交部的 正所謂形格勢金、形勢比人強、打貿易戰 都還可以對美國貨徵收相應的關稅 又或者搞稀土禁運 美國官員訪問台灣 真是拗暴徒都想不到 北京可以怎樣反制 美國內戰一早就打完百多年 加州獨立運動 以至是西亞圖黑人自治區 又未成氣候 就算是伊斯蘭國都已經收了皮 北京想派完訪問 交流都沒辦法 當然了 凡事都要一分為二地看 美國佬經常借所謂的香港問題 台灣問題搞搞震 足以說明一點 國家一日未統一 一日都會被對家抓住小編子 正如有人說 國民黨主政一美和大陸禍欺黎 人仔照賺統一免談 沒有台獨之名 確行獨台之實 大陸一吐火反而無處發洩 小英的民進黨就不同了 打正其後引美兵入關 北京以反國家分裂之名 大條道理進行武統 所以說特老頭不是以為切香腸 切得這麼過癮 下次自己訪問台灣 甚至與台灣建交 一旦走到這一步 大陸推無死所 唯有一戰 到時特老頭不是切香腸 而是切傷自己手指 台灣都是一樣 不要因為美觀到訪就鬆無鬆逆 歡呼外交空前勝利 向好的方向想 11月美國大選過後 不管是特朗普還是拜登 都會回歸理性 只要大陸著數比較 台灣不單止變成棄子 簡直就是用完即棄的賜子 向壞的方向想 迫到大陸行武統這一步 台灣要面對全亡絕續的問題 蔡英文早前接受CNN訪問 坦然台灣必須有防衛中國大陸 攻擊24小時的能力 無異於自揭底牌 台軍自我防衛能力和政治一樣 一日都嫌不太長 等到美國大兵講到 海達加拿大道已經可以中草了 難道到時真的要靠行政院院長 蘇貞昌拿起掃把 和敵人周旋到底?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大家覺得LIKE 搞錯還是食花生呢? 投票告訴我們 多謝收看 拜拜 by bwd6